營運民宿是最大機會 做到雙位數回報率的英國房地產投資方式 對於希望透過收租支付家庭生活開支的投資者 尤其有吸引力 不過投資要求的知識和技術含量最高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一段時間的影片 就會集中分享關於投資民宿的資料和案例 為何投資民宿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現金流能力 一間營運得宜的民宿 可以收出去給一般Buy to Let數倍的租金 根據Airbnb和Verbal的數據 Manchester City Centre的三房民宿 過往一年平均租金收入就是48,000英鎊 而最高收入的三房就去到11萬英鎊一年 相反一般三房Buy to Let租金收入只有2萬多磅一年 由此可見 營運民宿收入的潛力高於買樓出租很多 做幾年民宿就等於10年的Buy to Let租金 開源比節流更加重要 時間就是金錢 人生又有多少十年呢? 所以投資民宿絕對值得大家研究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 今天就想跟大家出來看看房子 但不是一間普通的房子 而是一間用來做B&B營運的房子 大家看到在我身後這一間 其實是一間Victorian Building的Terence N 外來是用來做B&B的 大家會見到原業主很早期 大概在2000年的時間 買一間房子 然後做Title Split 所以你們會見到其實有兩間房子 另外這間房子大約250K 用來做兩間B&B的 我們稍後會和大家進去看看 究竟B&B內是怎樣 以及有甚麼設備 還有講一些提示 基本上如果營運來做B&B的話 通常很多時候會 可能是Terence N 這些地方一來泊車方便 二來又盡量減少影響到民居 因為在英國來說 其實暫時B&B就沒有甚麼特別的 所以選擇房子做B&B也要相當精準 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進去看看 究竟是怎樣 一般來說 暫時這些不是特別的 即是High Class的B&B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用Keybox 之後會預訂完之後 便會給你一個Passcode 然後自己便來到這個Keybox 輸了Passcode 然後便拿回鑰匙 然後便拿回鑰匙 現在進去看看究竟是怎樣 剛才說過 這裏其實在一間屋裡 其實已經選擇了Title Split 做了一個Flat 但其實業主就在這個Flat 裡面再選擇多了兩個地方 用來做B&B 我們今天要看就是其中這一間 這一間其實就是one bed的一個Flat 已經是有一個獨立的廁所 以及廚房 以及會有一個小廳 通常B&B的話 會有很多人希望在這裡感受一下生活 可以煮一下小飯 以及通常有一個廳 可以晚上玩完之後 可以在這裡看電視休息一下 通常B&B怎樣可以做得好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設計和乾淨程度 你會看到這裡的設計 其實就有多一點的Decoration 這裡其實都挺Stylish 然後拍照出來便會更加好 因為很多時候 人們為何會去預約你那間 而不是預約別人那間 其實就是透過這些相片 究竟吸不吸引到他的相片在這裡住 好 接下來我們會和大家看看廚房 你會看到其實這個也是一個Full Kitchen 會有焗爐 洗衣機 有些會洗衣機連乾衣機 然後也有Sink 以及有基本的餐具和設備 以及由於Airbnb或民宿 所有水電煤都由業主自己負責 所以有時通常會配備微波爐 讓住客可以用微波爐 便會省電很多 亦都多個選擇給他們 以及一個Cleanness都很重要 你會看到廚房通常是比較容易污租的地方 但其實所以譬如找邊桶清潔 清潔成怎樣 這些便會很影響別人怎樣去評論你的家 當然如果想Stylish 可以放下一些咖啡機 又或是放下一些感覺上傳統的雪櫃 看起來便很漂亮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 打開這個雪櫃 通常會清潔 基本上裡面不會有東西放在這裡 或是會扭籌 這些就很依靠 究竟Cleaner怎樣做法 這便會影響評分會怎樣 接著我們就看看廁所 究竟廁所是怎樣的呢 其實可以進來 大家會看到廁所三部已經齊齊了 即是晶盤、洗手間和一個棋缸 其實這裡的廁所設計也不錯 又很簡潔 亦都挺有心思 很簡單 譬如說這裡 即是廁紙筒 用了門柄 做了一個放廁紙的地方 然後其實可以很有心思 你會看到地板 其實看起來好像是階磚一樣 但是其實是一些防水的墊 防水的紙 成本低之餘看起來又漂亮 這個就是B&B 因為其實裝修都很重要 所以怎樣用低成本去裝修 又做到一個漂亮的效果 這個便很考投資者的經驗和功夫 好 所以這裡基本上也有一個大的浴缸 在這裡 通常就是說 譬如說住客 想浸一下浴 就在這裡可以洗澡 好了 最後就跟大家看看B&B最重要的一間房 就是睡房 這裡已經有一張雙人床 而設計上也挺特別的 用了水後通 用來放衣服 然後裡面也有 用木造的 feature wall 看起來也挺 stylish 再加上一張椅子 其實做B&B的話 最重要其實就是床 睡得舒不舒服 清潔程度怎樣 就很影響住客對於這間房子的印象 還有 也有一點就是 借窗簾也要用完全遮光布 因為在英國來說 夏天可以由早上三四點 就已經開始出太陽 然後晚上十點十點 然後下山 所以如果完全遮光 對於住客來說 就住得舒服很多 還有 還有 基本上風筒 這些都已經在這裏 所以 就方便了 住客是怎樣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 B&B就到這裏為止 希望透過這個影片 大家知道原來B&B 是有些甚麼 還有有些甚麼可以留意 之後我們就會更加多 跟大家探討一下 究竟B&B是怎樣做法 還有一些更加深入的東西 記得留意我們選擇學院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想透過資深的投資團隊 協助你建立房地產投資組合 提升租金回報 可以聯絡Collect Investments 安排一個30分鐘的資訊 連結已經放在Description裡面 明明